國際海全場飄揚 高雄鳳山挺韓萬人造勢 振奮全台藍軍氣勢 最新民調顯示 韓國瑜從8月宣布參選 原本還是略為落後 10月起聲勢一路看漲 大聲12個百分點 超越原本勝券在握的陳其邁 首度領先10個百分點以上 韓國瑜則以43.1%的支持度 大勝陳其邁的32.3% 是高雄連在跟民進黨選舉 不是民進黨在跟國民黨選舉 所以那時候民進黨在跟高雄四連作對 所以他的支持度就跨越了難力 南軍的基本盤已經恢復了 南軍的熱情也恢復了 韓國瑜甚至於點燃了 全台灣全國的南軍的熱情 這是不真的事實 但是能不能在高雄一億獲勝 我覺得還在未定之天 幾乎不同陣營的民調都出現黃金交叉 但這些民調真的能化為選票嗎 民眾不認為他非然極律 也就是說像柯文哲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第三選擇 那特別是在一個地方執政久了之後 當然會引起民眾的一些抱怨 所以他的選情越來越往上攀升 那麼台灣民眾或者是地方勢力 就會出現西瓜味大邊的效果 所以就可能更多人來靠向韓國瑜 民調上演逆轉勝 但是要打贏選戰空氣票還是得化為選票 讓空軍轉為陸軍把票投出來 登陸戰成功才能真正讓港部變天 記得綜合報導